从来也没有想过我的爱情也会走到要来调解的地步 但今天我们却来了 她前女友很多还总有一些小姑娘对她示好 这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为了和她在一起放弃了很多 但她还总是怀疑我 她问我的问题我回答是也不对不是也不对 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希望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如果她还是继续让我没有安全感 我真的不知道还要不要和她继续走下去 今天来这个节目就是想要问一下 我该怎么回答才能符合她心中的答案 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李22岁来自吉林萧瘦 女嘉宾小张21岁来自江西学生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谈恋多久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啊 幸福吧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还好 就后面就基本上每天都要吵一架 是这样的 就是她经常吧 就是说总问我一些关于我和我前任的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吧 就是说我回答是也不对 不是也不对 然后我说我忘了不确定 也不对 然后有的时候还经常说我赵锋引迪 然后还说我不够关心她 所以说最近经常都在吵架 然后就很烦 很烦 姑娘都问过什么问题啊 之前就有一次吃饭嘛 我们两个吃完之后吧 肚子疼就有点走不动道那种 然后我就让她背我嘛 背的时候就那么水口一问 我说你有没有背过其他女生啊 然后她就说没有 过段时间我再问她这个问题的时候 她就说肯定背过啊 就前后矛盾着 就不诚实 不是那你问她这般人干嘛呀 就突然想 她背没背你啊 就突然好奇就想问一下 这是给自己添堵啊 还问过啥问题啊 还有一次吧 就我俩买情侣装的时候 问了一下 就你跟你前女友没有穿过 她也说没有穿过 但是后面呢 就是我有一次就登她的淘宝 就在她淘宝订单里面 就看到她有买过一些那种情侣衣服啊 还有手表之类的 然后我就揭穿她嘛 你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你知道她有前女友吗 知道 那不就完了吗 那我就好奇想问一下 不是你好奇什么呀孩子 她就是心里比较在意这一点 可能有点小心眼吧 那你应该找一个没谈过恋爱的 我劝你 这不没事找气声吗 那你没有就是没有 有就是有嘛 你为什么要撒谎呢 你就如是回答不就得了 你有前男友吗 有 你跟前男友穿过情侣装吗 没有 你们俩一起吃过饭吗 吃过 你们俩最亲迷的举动是什么呀 这不是天赌吗 赌不赌 但我就是很 赌不赌 我先问你 挺赌的 行 咱就放一边啊 这个其实不是重点 这小子对你怎么样 这是重点 也挺好的 挺好的 但是他就老对我撒谎 之前还有一次吧 就是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吧 就我让他在朋友圈公开嘛 他说好 他就发了 然后我就想看一下 就下面的评论啊 祝福之类的 然后他就是不给我看 就是不给我看 然后我就 感觉不对劲 但其实他就只限制我看了 就是说他没有把你们的关系 寡而告之 是这意思吗 对 为啥 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刚认识没有多久 朋友圈这种东西里面 存在着家人 以及亲近朋友之类的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对我们的感情 没有说有那么太大的自信 但是我又不想他伤心 所以说我就这样做了 那你可以跟我说啊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没法就没法嘛 所以女生在意的点 不是你做了什么 而是你为什么欺骗 是这意思吗 对 还做过什么事欺骗你 还有一次他瞒着我 去参加他前任的婚礼 然后那一天 给他发了很多信息 他都不回我 然后打电话吧 也不接 就挺担心的 我还以为他出什么事了 一直到晚上吧 他在给我回电话 然后回电话 他就跟我说一些莫名其妙 咱俩要好好在一起 怎么样 就是说以后要娶我的一些这种 当时我就信了 我还挺感动的 结果后面我就问你 我说你这一天到底干嘛去了 我都担心死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就参加了前女友婚礼了 然后我就心想 我说那你参加完 你前女友婚礼之后 你跟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就是受刺激了 所以就跟我说 受刺激也好嘛 说明他要珍惜眼前人嘛 为什么不告诉人家 我就怕他知道之后 然后不好嘛 后来不是还是知道了吗 后来之后去完回来之后 然后我就跟他叫了 然后那个时候在机场的时候 也挺忙的 然后也是为了就是过去嘛 那他在机场他是挺忙的 这怎么又跳到机场那一片去了 我这从哪就到了机场了 机场是这样的 因为他说我招风影蝶嘛 就是我因为我们两个认识也是在 还有招风影蝶呢 对我们两个认识说 这还没说呢 行 我们两个认识是在机场认识的 当时他去年放寒假嘛 然后要去昆明 然后飞到昆明 然后我当时是做地琴的 然后就这样我们两个认识的 我的可能是意性远比较好 当时就有挺多的女生 联系我之类的 然后他就特别地在意 然后后期经常吵架的时候 就拿这种事情翻出来说 他在机场就老是有那种小女生吧 就是问他要微信 天哪 现在女生都喜欢这样的男生 是吧 就大家都盯着问他要微信啊 所以你觉得不安全是这意思吗 对 而且他还不懂得拒绝那种 就是对谁都好 就之前有个女生吧 就把他交出去 然后他出去吧 第二次那个女生还来找他 叫他出去他还出去 第三次找他他还出去 这不就是给人家机会吗 就别人就会想啊 就我叫你出来你还出来 不就是还有机会吗 但是这也都是我们认识之前的事情了 这都是你问出来的是吗 他告诉我的 坦白也不行 不坦白也不行 看见了吗 不都过去了吗 那之后咱俩在一起之后还有呢 之后 就我俩在一起抓那个棒棒糖 当时我还在他旁边 就有个女生就过来问他 要那个棒棒糖 那为什么他不找别人要呢 当时那么多人就找你了 你是不是 什么意思 咱把这事说全面啊 你来说说棒棒糖怎么了 这样子就是我们刚吃完火锅嘛 然后出去之后 然后有一个抓棒棒糖的机器 我们两个就在那玩 然后抓了一个棒棒糖 这时候那个女生就跑过来 找我要这个棒棒糖 对 多大的女生啊 我得问问 差不多算是同龄人吧 现在女孩也够那个的了啊 对 然后过来找我要的时候 当时我握个棒棒糖 我还挺懵的 明明我女朋友在我旁边了 怎么还能找我要棒棒糖 然后看了我一眼女朋友 我女朋友看了我一眼 再看了她一眼 然后她发现我有女朋友 然后转身就走了 可能她就感觉 是我给那个女生使什么眼神 那个女生过来了 或者怎么样 我跟那个女生认识 你就觉得他们俩认识啊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找她 要不找别人呢 我问你一句话 你把她想了那么 那你干嘛还跟她在一起 跟她分手得了 姑娘 她长得挺好看的 那就没办法了 要说到赵峰尹杰这一块 我也想说一下 她这边嘛 就是她也招是吧 也不能说是招 她把我限制住 把我微信朋友圈 几乎微信里面的异性 都删个干净 自己里面 然后前男友也留着 然后还有一些男的 我也不认识也留着 然后我俩吵架的时候 当时我是在东北 然后她在南昌 然后我们两个人吵架 然后她还去见她的前男友 就是为了气我 这件事情本来吧 就是我前男友他 前几天他就跟我说 他要来南昌嘛 今天跟面吃个饭什么 但当时我是拒绝的 然后那天吧 我俩就吵架了 然后我说 那我去见我前男友了 但是我那次我去的时候 我还带了我室友 并不是我一个人去的 也没有吃饭 就是见了一下 然后就回学校了 再说了 不止说见前男友这件事情 你不也是说 跟你的同学 你明知道那个男生 是在追你的 然后你还跟他出去喝酒 喝酒不说还喝多了 你的室友把你扶上宿舍的 不是你们都是干什么工作的 这事你们都这么了解啊 就从东北 都是怎么说 事情之后跟我讲的 你们还坦诚地跟对方都讲 对 但是讲完之后 心里还都是过意不去 经常吵架的时候 就把这些东西再翻出来 是你干的吗 姑娘 但事后我也跟她道歉了 而且那次吧 就是我也跟她说了 去吃饭她也同意了 就情况有点特殊 因为那个时候 她刚好就是有亲人过世了 有点绷不住 就在我面前哭了 然后我就安慰她嘛 然后她一个人在那儿喝 那我就陪她喝了点 然后就 对啊 人家亲人过世难受 人家没喝多 你喝多了 我是那种 就是第一次喝白酒嘛 就一喝了一点 我也不知道那么 就 行吧 搞不懂了已经啊 就彼此还都在乎对方 是吧 但是过去那些事 又都过不去 对 小片里好像你说你赛压力也挺大 为这段感情叫什么 付出了许多 把人放弃了许多 我们讲讲付出了些什么 放弃了些 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我决定说 我要好好地跟她在一起 然后因为我机场的那份工作 要调度 南昌调到长沙 但是我因为我女朋友 没办法还是特别地喜欢她嘛 所以说就放弃了我这两年的工作 然后我父母也挺不同意的 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也是班长 就是还有很大的生殖空间 然后我也就是说 还是毅然决然地就是选择放弃了 然后我要好好地跟她在一起 我在南昌又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再重新开始 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对 是我自己的选择 对啊 那你说她干嘛 不是说我说她 但是她总是拿以前的事情来说我 所以你们俩今天来希望干嘛呢 我是希望她能理解我 能相信我 因为我真的真正正正地 是为了这份感情好 因为我也跟她说过我们以后 将来的事情 就是要结婚等等 话实上我都已经说过了 但是我们平时的时候 她时不时就问我 说这个你跟你的前女友 有没有做过 然后我说做过 她开始生气 有的时候就想不起来了 然后她就说 那你肯定就是知道 然后不想告诉我 然后之后还是吵架 所以你来这儿的目的是希望 让她遗忘以前的事是吧 对 这个控制不住吗 为什么老问呢 就挺敏感的 你现在都知道了对吧 知道以后你得出的结论 是什么结论 就是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就疫情源特别好 你觉得你抓不住她 是这意思吗 对 所以你是想抓住她呢 还是要放手 还是在两者之间犹豫 在犹豫 男生呢 我当时然是希望 她能忘掉我以前的过去 然后跟我好好地在一起 一个是要牵手到老 一个是忘不掉对方的过去 这可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谁谈恋爱的时候 不都是爱得轰轰烈烈 爱得死去活来 如果她对她上一段感情 不是那么精心 不是那么付出的话 她对你也同理 所以我就问你一件事情 你知道的答案 又能怎么样 你能让她回到过去 不穿情侣装 你能让她回到过去 不背前女友 能吗 所以你纠结那么多 她的过去 无疑是在提醒她 她当时有多么爱那个女生 无疑是在提醒她 她要拿那个女生 和你来做对比 你不就是为了争口气 要证明 自己在她心中 比前女友重要 但是我们心里 你怎么知道 是在这儿 你怎么听 都不和你 我心里有什么事 我心里有什么事 你是不能这样 我心里有什么事 你怎么能听 我心里有什么事 你怎么听 你怎么听 我心里有什么事 你怎么听 我心里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你怎么听 爱情当中要讲究一句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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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好奇我们学习 但是因为好奇你爱的人 或者对方的隐私 尤其他过去的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 搁谁都有点过不去 所以聪明的人是不问 既然问了 就当不知道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接真情60秒 咱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我是怎么对你的 我想你心里应该也比较清楚 咱们未来 我规划得也很长 我身边的事情我都会放下 我的世界当中只有你 那你就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然后总感觉就是你 就是很多女人都想追你 然后就感觉抓不住那种 请你相信我 我们在一起的 未来真的还有很长 我真的是很认真地看待这段感情 请你相信我 来吧 打开你们爱的记忆箱吧 来 来来来来 站上来 请站上来 拿上来 当时他在机场打包宿 然后我就去坐飞机 然后我就拿这个去打包 到他那里办业务 然后就留了微信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那些糟糕引迭吧 我就感觉就像是他身上的脏东西一样 希望就是用这个洗面奶可以把他身上那些异性缘洗掉吧 男生送女生的是什么呀 是我们爱的记忆吧 就是我们曾经一起走过了南昌 天津 北京 还有一些回过东北 然后我们一起吃了几十种的地方小吃 还有在一起的点点滴的一些记忆 我最后提醒你啊 如果以后还想继续好的话 有些东西就不要那么强调 如果你们还想继续好 请在心里面给一个明媚的他 好 谢谢两妹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转发 打赏 来 我们今天就属于他们的浪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